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上一次介紹了如何快速的抓取最大公益數跟最小公倍數 其實這個是多出來的一堂課 大部分的老師都不會額外教這個 但是我覺得如果學生可以在抓取公益數跟公倍數上面 額心應手的話呢 他就會有更多餘的腦力去處理後面的應用問題 因為應用問題挺複雜的 付他一起呢我個人其實不支持在國一上教完公益數公倍數就帶入這麼多的應用問題 我覺得 不需要這個在這裡就練習這麼複雜的題目 但是他也不能不教因為他是這個 公益數公倍數用問題很生活化所以很值得教 可是因為他後面其實用不太到 所以如果是我編定課綱的話我會選擇把他放到國三再教啦 那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 也利用這個應用問題的 練習的機會 讓自己對公益數公倍數有更多的了解 那大家翻開本子 我們要先 在本子上面寫下一件事情 在今天我們要教的內容就是 有關公益數公倍數的一些 應用一點的 題目 這個題目還不到這個生活應用題 但是就是有關他的延伸的題目 請寫下這兩行話 我們來念一次 ABC所有的公益數 都是他們最大公益數之因數 ABC所有公倍數都是他們最小公倍數的倍數 來吧 抄起來 那在大家抄的時候 我來說明一下就是為什麼要寫這兩句 看 念起來有點饒詩也許有的人還覺得他是廢話 可是他非常的重要 好 但應用問題出現的時候呢 或者說在有關的題目出現的時候呢 學生都有一種壞習慣 就是看到題目上有什麼數字 抓下來就開始做短出發 然後就要取一個公益數或公倍數 可是他們都忘了 當然他們可能會發現一個困擾 就是 算短出發算到一半 我要取的到底是公益數還是公倍數 對 那事實上不管他們最後有沒有算對 他們可能都忘了一件事情 就是 為什麼我要取公益數 那這題為什麼我要取公倍數 好 其實有的時候題目不是問你 最大公益數 他問的是某一個公益數 題目問的是某一個公益數 不見得是最小公益數 但是 其實他們做短出發這個動作也不算有錯 只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做 他們只是 老是每一題不是都開檔出發 好 那所以在這裡特別講 很多題目他之所以取最大公益數或最小公倍數 可是題目其實不是在問這個 那很多時候是因為 所有的因數都是最大公益數的因數 所以你把最大公益數找出來 你就可以把他所有的因數找出來 所有的公倍數都是最小公倍數的倍數 所以你把最小公倍數找出來 乘以幾倍 那些都會是他們的公倍數 我這樣講 我聽懂嗎 我們來看一個很簡單的題目 這裡有一個1440跟1210 上一堂課介紹過 所以我很快的開他 144是這個12平方 所以是2的4次乘以3平方 再乘以10 所以是2的5次乘以3乘以5 121是11平方 所以是2乘5乘11 我故意挑這兩個數字呢 因為你真的去取他們最大公益數的話 你會發現只有10而已 好 那可不可以告訴我 121跟144 他們的公益數有哪些 你就會發現怎麼樣 你要去找他們的公益數呢 你沒辦法找大起來 因為他就只有一個2跟一個5 是共有的嘛 要嘛就是2 要嘛就是5 要嘛就是10 要嘛就是1 所以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他們所有的公益數都是最大公益數的 因數 那他們所有的公倍數 要是你的倍數 要是你的倍數也要是我的倍數 至少你有的 我有的 他那個倍數 他既然是我們的公倍數嘛 所以至少你有的我有的他都要有 那你有的我有的 這個 都要有的情況下 最小的這個極限 就是 最大公益數一定要抽一個出來嘛 然後怎麼樣 你有的部分 我沒有的部分 這個取他最小公倍數嘛 所以呢 可能還要這個 2的4次也要 然後3也要 剛剛這裡11萬的平方 不好意思 對不對然後11平方也要 這樣子 那這個是他的最小公倍數 那結果你 如果要是他們的公倍數 至少你也要有這些 對吧 所以你一定是這一些 再去乘以一個什麼 所以你一定是最小公倍數的倍數 透過這個例子來說明剛剛這兩句話 來再跟我唸一遍 所有的公因數都是最大公因數的因數 所有的公倍數都是最小公倍數的倍數 然後把這件事情記起來 那 再教第二件事情寫在這個下面 我們來 如果今天有兩個數 我們來開短處法 A跟B 開短處法 然後我第一步就取到他的最大公因數 最大公因數 我就寫這個 小瓜糊 一個兜號在中間的記號 所以我已經把他最大公因數取完了 剩下就會有兩個渣渣 對不對 然後這兩個渣渣要怎麼樣 不能再取了 要互值 對不對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你的A這個數字可以寫成是 這樣子 B這個數字可以寫成是 這樣子 對不對 那 所以呢 如果你要去取最小公倍數的話 是這個 乘 這個乘 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所以如果你把等號兩邊都再乘一個最大公因數 所以你就會得到一個 最大公因數乘上 最小公倍數會等於 最大公因數乘 XX1 XX2 再乘一個最大公因數 那麼 前面這裡就會變成 A 後面這裡就會變成 B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很常見 被當成公式的東西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了解它之後 你就不需要硬要去背它 因為你就了解這是在做什麼 所以最大公因數乘最小公倍數就是 A乘B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這裡要說明的這件事情 那如果今天 A B負值 我的本質這個 要寫就要在 下面不多了 不過你們可以繼續往下寫 讓我們多寫一個東西 什麼是負值 這個學校老師應該有教他的定義 負值的話呢 寫 負值 他的定義就是他們的最大公因數是1 不一定是兩個數而已 對呀 負值 不管幾個數 負值 負值 所以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 負值 那最大公因數就是1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他1乘上最小公倍數就是最大公倍數 所以負值的兩個數呢 怎麼樣 他們的 最小公倍數就直接是A乘B 這個也是有人在背的 但是我的就是 你理解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會練習 我們會練習 所以最大公因數跟最小公倍數 乘起來就是A乘B 原因是因為這樣子 因為最小公倍數就是 最大公因數乘 渣渣跟渣渣 所以兩個數的情況下 三個數就不准 兩個數的情況下 最大公因數乘最小公倍數是A乘B 然後負值的話 最小公倍數自己就會等於A乘B 因為最大公因數是1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幾個題目 去說明他 在這個之前再來多介紹一件事情 不好意思 嘿嘿嘿 這裡 這個這題也把它抄在本子上 那我就不抄了 有一個數字 這個 A 他跟72的最大公因數是9 這個題目寫成這樣 你要能夠看懂 那我們會讓你多看幾次 可是之後你看到要看得懂 這一題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一定要插在本題上面 當他告訴你 A跟72最大公因數是9的時候 他其實透露了兩件事 哪兩件 第一件呢 大家大概都可以看得出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就是 A是 9的倍數 對不對 你也覺得是吧 大家都看得出來 所以其實第二件事情是比較重要的 第二件事情 我們再來做一個動作 我們很喜歡做這個動作 就是假設性的開一個短處法 因為我知道大家的這個公因數公倍數的知識 都是建立在短處法上面 所以我們來開一下短處法 第一步就把9抓出來了 於是A就剩一個渣渣 那這個72會剩 8 對不對 A49的倍數呢 我們可以在後面 寫上這個 A49 乘 A49 A49 A99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告訴你 既然9是他們最大公因數 代表 跟這個8呢 再也開不出來了 所以說 他們 戶子 在下面寫 在下面寫 戶子 最大公因數 等於1 也就是戶子 換句話說 換句話說 這個題目 他透露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 A49的倍數 第二件事情 A 不是 應該說 A 這個除完9之後的值 他會跟8戶子 那因為9本身 也沒有含這個2 也就是說 我們最後把結論寫在下面 A 是 9的倍數 但不是2的倍數 因為 8是2的三次 所以如果A有2的倍數 他們就可以再開除1了 他就不會跟8戶子了 所以 這個題目 第一件事情告訴你A49的倍數 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告訴你 他不是2的倍數 那麼這樣子的A在1到100之中有幾個 因為9乘到這個99 9乘11是99 所以100之中其實有11個9的倍數 那每兩個就有一個是偶數 第一個是9 第二個就是18 第三個27 第四個就36 第五個45 第六個54 所以每兩個就會出現一個偶數 11個裡面有5個是偶數 所以 A是9的倍數 但不是2的倍數 這樣子的數字 在100之中有6個 對嗎 這是這一題 那我們來 練習一下 剛才教過的東西 所以 先看這四題 這個第1題是 52 65的公倍數 在1000到2000之間有多少 第2題 151440的公因數有幾個 第3題 這個 如果A分之B是最減分數 而且他們 最 AB的最小公倍數是63 A跟B是多少 第4題 A和52的公因數是13 而且A比100小 這樣的A 是多少 那我們剛剛問這個是多少的答案可能都不只有一個 大家留意一下 來想想看這幾題 抄起來想想看 這個國一學 除了數學以外 我們還正在學一門課叫生物 到了國二開始就沒有生物了 學理化 那在生物呢 這個時候 差不多已經接觸到所謂的演化論 了吧 可能還沒有 但是應該會提到 還沒有學到這個減數分裂 但是已經學到這個 大概的這個意義 應該都知道演化論 那我要提醒 對演化論這個知識 其實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 就是 演化論的 這個 因為它 這項理論 發展得很 早 所以早期的這個觀點 比較不成熟 那很容易會讓學生 沿用他早期的觀點 就是我們 不是都有看過一張圖 那個 有一個 人啊 然後原本是猴子 在地上走 然後慢慢的慢慢的站起來 然後最後變成一個直立的人 對不對 這個我不會畫 不過你知道我在講這個 那所以演化論很容易讓人覺得 就是 生物是在進化的 所以演化論又稱為進化論 生物是在進化的 Evolution 那人類是進化的最新的物種 所以人類是這個 最好的品種 那這樣子想起來 難免就會 好奇一件事情 那為什麼猴子不進化 我們都知道人類的祖先是猴子嗎 那為什麼有一些猴子要進化成人類 而另外一些猴子 為什麼他不進化呢 其實呢這個 看待演化論這個姿勢 就是你要先 破除這個盲點 也就是說 並不是說 生物並不是 有哪一個方向 才是進化的 生物其實一直都在演化 我舉一個 這個 說法好了 如果人類是 如果人類這個 這個物種 是最優秀的 那我們有腦袋 你看哺乳類有腦袋 啊我們的腦袋又比其他物動物更好 那樹也在這個地球上好幾億年 樹的這個 這種 這種生物 它的這個存在的歷史 比人類不知道長多久 為什麼 樹不發展出腦袋呢 或者是說 在進化的過程中發展成腦袋的 為什麼都長成 人模人樣 我們假如看魔界啊 你就會看到那個魔界裡面 有那個樹人嘛 對不對 長得像樹 但是其實他有腦袋啊 那為什麼現實生活中沒有這種生物 那 這個問題 我用另外一個問題來問你 就是 你可以照太陽 然後 吸收新鮮空氣就活下來嗎 不行嗎 我們人類可以照照太陽然後就活下來嗎 不行 換句話說 你有比樹厲害嗎 樹照到太陽就活下來了 你能夠長到200多公尺嗎 200多公分 有的樹真的很高 但是你能夠長到兩公尺嗎 很多人都羨慕那個打籃球 身高180 對樹來說 那都算矮的 對不對 隨隨便便樹就可以長到兩三公尺上面去 那人類可以嗎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人類並不是物種裡面最頂尖的那一種 其實所有的物種都在演化 我們只是在演化成最適合自己的位置而已 就好像這個有一種說法 現實生活中 沒有誰是主角 誰是配角 每個人都在自己的 這個位置上面扮演自己的角色 每個人都是自己故事裡的主角 樹也是他故事裡的主角 那這個 螞蟻也是他故事裡的主角 每種生物呢 他 在他的這個位置上面 他有適合他的 這個 現象 這個需要演化出來的特徵 比如說螞蟻越小越好 咳越硬越好 人就不需要咳越硬越好啊 對不對 那樹呢 樹要會形光合作用 人就不需要形光合作用 所以沒有什麼 誰比誰高 誰比誰進化 誰才是最終物種的這種概念 其實每一種物種都在演化成 目前他適合這個位置 最好的狀態 這個是進化論 那如果你在煩惱 他的功倍數好多 我怎麼知道有哪些 你就沒有把前面老師講的東西吸收進來了 你要找他的功倍數 這就是我剛剛說 兩個數字的功倍數都是最小功倍數的倍數 所以先來取最小功倍數 抓多少啊 抓13 所以我們之前列那個表 這13乘以4 這13乘以5 所以 抽了13出來之後 這個剩4 這個剩5 13乘以20是260 所以這個數字一定是260的倍數 260的倍數在1000到2000之間 260的倍數 乘以4的時候是 1040 那乘以 440乘以8的話 應該是2倍 2080 所以就在總結 加260 1300 1560 然後 1820 這樣子 這四個 可以嗎 所以你要知道 取最小功倍數 所以這題就要考這一個 所以這題也是一樣的道理 哇塞 1500 哇塞 1440 供音數不是一大堆 我怎麼會知道有幾個 供音數有幾個 他們所有的供音數 就是 都得是 最大供音數的因素 所以去取 最大供音數 最大供音數的話呢 0一定有 那 150跟144 看起來好像只有3 因為這個是 3乘以50 6 所以他是6乘以25 所以我們抽60出來 這個是25 144除以6是24 所以他們的供音數是 60的因素 其實不多 1乘6 12乘30 3乘20 4乘15 5乘12 6乘10 789 重複了 所以幾個 12個 對不對 你如果想說 供音數好多 那我要怎麼找 不好意思 你沒有把我們講的東西 吸收起來 他要找供音數 就是要找 最大供音數 的因素 所以先把最大供音數找出來 他所有的因素 12個 來 下面這個 這個 A分之B是最減分數 我們前面好像講過這件事情 怎麼樣叫做最減 這個時候怎麼樣 所以 你看我都在考這個 老師講過的東西 那 有沒有吸收起來 有沒有內化起來 要用的時候 拿不拿得出來用 當然你現在拿不出來用 我是可以接受的 畢竟才剛學沒多久 不過就是 自己要知道 最減 最減 負值 沒得約了 所以 負值 負值就是最大供音數 等於就是負值 那兩個數 負值的時候 他們的 最小公倍數 就會等於 兩個數 相乘 所以 AB乘起來是63 那 A跟B分別會是多少 要注意他們要負值喔 所以你也不可以選3跟21 因為這樣就沒有負值了 所以其實是9和7 9和7 他沒有講A跟B誰大 那個不好意思 那我們來 A大於B 所以A是9的話 B是7 那其實還有一個 不要忘了這個 這個很重要 A也可以還有63跟1 這題 其實這個 這四題都可以插在本子上 有時間的話 按個暫停 然後把它插上去 最後看最後這一題 這是剛才的練習 我們再說一次 A跟25的最大供音數是13 透露了兩個訊息 一個訊息是 A是13的倍數 A可以寫成13乘以這個 第二個訊息 第二個訊息 你一定要能夠熟練的寫出想到這件事情 第二個訊息 這個渣渣會跟 52除完13之後是4 負值 所以 因為13本身也沒有 2 這個因素 所以A是13的倍數 但不是2的 倍數 可以嗎 A是13的倍數但不是2的倍數 13的話呢乘到7是91 所以A是乘1357 所以是13 39 65和91 這4個是A 可以嗎 這就是 來看上一次留下來的作業 第四分解 我們就不帶你練習了 9616293要抽多少 那 這個因為我特別寫6293給你希望你可以發現怎麼樣 有31可以抽 這個是31乘以3這個是31乘以2 961是31平方 所以他 抽完31還有31 順便一題啊 這題就是讓你順便知道961是31的平方 這個13平方169 因為有乘法原理的關係 所以他剛好翻過來 我們這個到國二的時候會再跟各位講 沒有關係 來看這個 面積長180 長寬都是整數 而且最短邊不小於3公分 這樣子的長方形 矩形就是長方形 如果你現在還不知道的話 請把它標起來 這個 火 不是火 這個矩 矩矩的矩 矩形就是長方形 這樣子的矩形有幾種 那 其實他是在求什麼 因為邊長是整數啊所以他是在求180的整數的因素 因為面積就是長層寬嗎 對不對 長層寬就是面積 所以他就是在問你什麼乘什麼會等於180 這樣有幾種 這樣有幾種 1乘180 2乘90 3乘30 4乘45 5乘18 6乘女保陰 趕快寫 5乘45 5乘36 5乘36 6乘30 7 7 8 9乘20 10乘18 12乘 12乘 沒有 12乘15 12乘15 可以 就這樣 到12乘15 所以有幾種啊 那要注意 這個 最短邊不能小於30 但是 不小於 不小於 不能小於30 但是可以等於30 所以是這兩組不能要 但是三這個可以要 所以有一組兩組三組四組五組六組七組要不要乘以二 不用乘以二啦 因為長方形 這個長是三寬是30 跟長是30寬是三 不就是那一個嗎 我們沒有規定 一定要怎麼樣哪一個是長哪一個是寬 所以這一題不用去乘以二 因為長 長跟寬 互換的這個舉行就同一種 所以總共有七種 看下一題 144顆糖分給小朋友 如果拿的人 每人不能 少拿於五顆 那其實跟上面一樣 他就是要說因為你這個拿 拿的有幾人 然後每人拿幾顆 合起來就是全部的糖果 對不對 所以他就是要求144的因素 這個 快的來寫 所以他是 1乘144 2乘72 好麻煩 3乘這個 48 4乘36 6乘 24 8乘 18 我上次有講到 你想要知道8乘多少 對不對 4乘36 這個乘2這個除了 所以8乘18 這要學起來 這個 9乘16 12乘12 144是12平方 所以有幾種 然後留意喔 我們剛才 為什麼我要 重題目 我要寫兩題 我們剛才這一題 長跟寬可以對調是同一種 對不對 可是 小朋友 6個人 每個人拿24顆 跟 24個人每個人拿兩顆 是不同一種嗎 對不對 不同的嗎 所以呢 如果沒有後面 如果沒有其他限制 他其實有12345678乘2 有16種 可是他有其他的限制 所以小朋友 不能 至少要有三人拿到 所以小朋友的數目 不可以是 這兩個 然後糖果 不能小於5顆 所以呢 會小於5顆 糖果會小於5顆的是 小朋友人數到這麼多的時候 每個人就會拿到不到5顆 所以小朋友的人數可以接受的是 12 345678 9 10種 對應到糖果的顆數 所以總共有10種 這一題 10種 你如果 這個空間夠大 你可以乾脆把它繼續乘下去 12乘12 16乘9 18乘8 那這一邊就是人 這邊就是糖 那所以糖果的限制人的限制扣掉再去數 第7題有點特別 花時間想一想 不過想不到 沒關係 這個 小於1千的有多少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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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算了 那我們就算到這裡 那我們就算到這裡